好 川普的旧城 这个欧布莱恩现在说 台湾要付出昂贵的军费 来对美国展现我们保台的决心 行政院马上跳出来说 我们都会留意各方的建议 依照具体的需求提出务实的规划 当然其实呢 大部分的人是不反对 我们在备战的同时 当然也要备战 问题是那如果你要花军费 你钱要花在刀口上 过去蔡英文执政八年 不断地吹嘘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然后蔡政府花了八千多亿买军货 先不说到底买到了 是些什么东西 更惨的是这些军购 不知道现在都还延迟没交货吗 然后川普现在要我们交保护费 然后他过去的顾问 还可以对我们的军事 这个到处来指手画脚 问题是我们真的如果拿出了 GDP的5%来当成是军费好了 就像刚刚宾哥讲 我们要买到什么东西 我们能买到什么东西 我们能够换到美国 对我们的安全保证吗 如果都不行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现在看起来难道是打算 要照单全收了吗 龙介雄 换得到 他会保护我们 你要有对美国大哥有信心 你给我钱 我保护你 但不一定成功 保护有很多种 有分ABC三等级 甚至五六七八 我个人同意 假如一年六百亿 八百亿 甚至一千亿 很好 在第一岛链 大家都知道 刚刚立文提到GDP 三十二年前 我们大概是 大陆只有我们的两倍 两倍 经过三十二年以后 我们成长三十二年 但三十二年以后的今天 它是我们的二十四倍 那你可以想想 它的量体有多大 好 再来它的导弹 它的卫星定位 所以在第一岛链 几乎所有机场 战斗机的跑道 在第一瞬间 大概就挂了 所以你卖给我们F-16AV 现在改CD FG都没有用了 为什么 因为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 所以美国如果你愿意 而且我们买一架F-16 是人家买三架的钱 所以这里面 谁把钱A走了 假如只有六百亿八百亿 那就很便宜 因为你花了几千亿 你买到什么 所以今天如果你把F-35B 就垂直起降 因为第一时间一定是 跑道就挂了 唯有F-35B 你现在美国住在帛琉的 日本的都是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第一时间飞不起来 只有这个垂直起降 可以 那你卖给我们吗 没有啊 所以如果怕 你愿意来保护台湾 那我们愿意付钱 但是其他正常买卖 那我们是划算的 可是今天想一想 你说美国会派军队来吗 他要保护你 但不一定会成功 他也知道现在台中的 军事务器在进步到什么程度 刚刚那位讲说 日本像日本一样 5.5万人 然后才付多少钱 我跟你讲 这不是钱的问题 日本可以付得更多 而且他实际上也付得比那个更多 但你要知道 75年来 日本人最伤心 就战后80年 他们最没有面子 就是说他的国家 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不是正常国家 日本的东京 我跟你讲 你飞机哪个客机什么要去 不是日本人决定的 他的日本是美国在管控的 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吗 日本是自己 他们感觉很没尊严 他很希望 美国有一天会挂掉 有一大票的人是这样想的 日本人是很有尊严 你知道吗 太阳的效益 可是他现在被美国压着 喘不过气来 然后30年前的广场协议 所以日本的温热的30年 你知道日本现在 民间贵什么日子 你还在问问日本 你去拿日本来做模様 日本人说你们台湾是有幸福的 你没有美国在这里给你吞打 你知道你要减了多少钱 那你美国愿意来驻军吗 愿意吗 他只是说要你多付一点钱 他不是说我军队来 今天假如军队真的敢来 他就没有所谓一中原则了 我跟你讲 那第一个危机就来 你们人逃门气味 把我们推到第一线 我一直跟爱卿德强调 如果你今天愿意开干 主张台湾独立 要成为一个正常独立的国家 你先跟大家谈一谈 打一个礼拜 台湾死伤多少 大陆会死伤多少 打一个月 我们伤亡多少 大陆会伤亡多少 打三个月 我们伤亡多少 大陆伤亡多少 假如牺牲30万人 台湾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独立的国家 我第一个报名 我医生不急 问题是你挂掉30万以后 能够成功吗 结果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冷静的跟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好好的谈 然后你要找美国老大哥来也好 美国愿不愿意背书吗 你愿不愿意这样背书 然后你要派多少军队来 这会打啊 没关系啊 钱翻打啊 我们经济还不错啊 可以啊 但今天不是这样啊 而且你讲 AK47每一个人分一把枪 你是不要打啊 我打情很准的 我给你讲 我服役期间 我最少打过3000发子弹 我个人 我投过最少60颗手榴弹 10弹 就是说还有迫极炮 那我们这样的话 你们女生可以吗 你不要忘了 日内娃公约53条 就是说医院 宗教场所 平民的地方 是受保护的 当你每个人都有一把枪的时候 就无差别攻击了 通通来 你听不懂 那是外省中的事情 如果你用这种概念 来把我们投神经 台湾人 如果你要对他去背望 对这个欧布来 应该去背望就对了 那是白人的竟然死不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